第一届绝对Superstar 两位参赛者传出欢讯 男子组亚军洪俊阳 和女参赛者杜慧萍 因为参加比赛而结缘 他们过后传出恋情 备受瞩目 经过四年的认识和交往之后 他们决定踏上红地毯 步入人生的历阶段 喂 喂 喂 Hello 兄弟 你们听到最近的消息 两个Superstar的结婚 我知道 那个男的帅 你会翘啊 对 总统不要参加第二届 我参加第一届就好了 对 恭喜我们的准新娘 准新娘 欢迎 欢迎 俊阳 还有Candy 是 好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也是独家 访问到这位新人 对不对 那我们先请这个男方来讲一下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其实我们是几年前 我才刚确定 通常会结婚通有几个原因 要么就是说女方身体状况有什么 多了一块肉 不然就是说觉得那个时间点到 是怎样的情况下 应该是时间点到的 你们当初认识的时候 也是因为这个绝对Superstar 第一届的时候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那个比赛的时候还是 进入24墙之后吧 我们大家第一次去公司开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第一次普遍的 之前都已经有传你们两个人在一起 可是你们都从来都没有说 是耶 我们是在一起的 其实并没有逃避啦 有不过外界还是这样传 不过我们还是 算了 大家怎么说让他怎么说 不过我们还是坚决说 还是好朋友啊 你们第一次出混的地点在哪里 男生先讲 好尴尬喔 等一下 男生跟我说 女生跟你说 我先讲好不好 好 在我家 他的家 对 男生 在他家的沙发上 哇 你们注册了吗 还没还没 你们洞房了吗 我没有洞房了 你没有洞房了 男生是怎样向女生求婚的 我们来扳演一下 OK Action 好 settings 那当时你看到戒指 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觉得 真的吗 不过毕竟 双方的秘历也不是很小 所以就 OK啊 开心 然后就答应 我也很开心 那之前有一段时间 你是在台湾发展 是不是因为Candy 然后你就放弃了 回来新加坡发展 没有啦 不是啦 因为当时其实在台湾 也是蛮纳闷的 就是可能对很多 自己要做什么的东西 也是可能比较糊涂 那我就只想做音乐就对了 公司也给我这个机会 我就觉得也不错 反正也可以回来 跟家人也不用那么 那么远的距离 那你们能不能够呢 互相讲出 很欣赏对方的一个优点 很贴心 常常为我的立场而着想 然后这点我真的很感激他 最好是有时候脾气好一点 我欣赏他的是他的才华 而且他的人品 又认为他作曲非常的棒 而且唱歌非常的棒 受不了的是呢 脾气也是太坏了 你们在吵架的时候 就是谁先会让对方 他吧 有个小要求对不对 我希望你们两个护送对方一句话 好不好 那我们先请男生先来 我很开心 你能够陪伴我这一生 过去的几年呢 其实有很多奇迹复复 那我很开心你一直都陪伴着我 然后 谢谢你愿意陪我继续走完我的这一段人生 一直不断支持过 我感到屁 我想对你说的是 不只是你 我们两个的生活都会有很多的改变 我真的很荣幸你 能够让我求给你生命的一部分 大家生活都有积极复复 不过想让你知道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永远可以站在你身边 支持着你 在我心目中你是最好的 那希望说不管两人 在事业上也好 爱情上也好 都能够非常顺利 再次恭喜要祝他们 谢谢 谢谢